哈囉大家好 我是盈森的阿森 今天要來分享我的上課妝容 我記得之前有錄過一個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不過那個不是上課妝 然後也蠻長的 所以今天來錄一個尖端版的 那等一下素顏要來囉 我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先戴上隱形鏡 之後點上遮瑕膏 這個遮瑕膏我之前應該有講過 我一時候是用同一支 就是我這支還沒用完 所以沒有換下一支 就是NARS的遮瑕面 用粉底液 這是NARS今年出的那個新款的粉底液 然後我沒有覺得有特別超好用 但也沒有到特別難用 但就是它剛上的時候妝感很美 但是我覺得沒有像它說的那麼遲妝 不過我都買了所以就把它用完 對 那我都是大概擠兩下 然後點全臉 用Beauty Blender 其實我之前有用過另外一款那種 韓國名不見經傳的美妝蛋 然後我覺得那個美妝蛋也蠻貼妝的 但是缺點就是 比較吃粉底 可是因為它很紮實 所以其實也還蠻貼妝的啦 就是 我就覺得它剛上完很美 但其實不知道是我臉本身就太有 還是台灣天氣不適合 總之 我覺得它大概過個三四個小時 我是早上上完妝到下午 就會開始 超油 然後浮粉 有點脫妝這樣 所以我覺得沒有到超齒妝 美妝產品我用的是 Etude House的素描高手眉筆 眉毛上完之後我會用蜜粉定妝 那我最近用的蜜粉是這個 Canmake的蜜粉餅 它好像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我這種 整個都是白的 然後還有膚色的 然後它的質地就是有一點點 很細的亮粉這樣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用的 大蜜粉上完之後我會上腮紅 最近用的腮紅是 Canmake的花樣修容 餅 應該是吧 然後01號 就是一個很正規的 橘粉 都有的顏色 然後我沒有特別 想要哪個色塊的話 我就會均勻的刷 那唇膏的部分的話 我最近都是用MAC的唇霜先打底 再上其他唇膏 那我最愛的其實是 NARS的Dolce Vita的唇臂 但是因為它已經短到不行 所以我現在偶爾也會用其他口紅代替 今天用3C的這支 霧面唇膏色號221 好那以上就是我最近的上課妝容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每個禮拜一晚上7點發布新影片 別忘了按讚Facebook 可是專業 追蹤個人IG 我們下禮拜一見 掰掰 你們粘地的今天